结合生起与圆满的教研 佛教智慧故事 沙门救母 娘 娘 娘 母亲啊 你离开二十多年了 真想见见你 不知你现在可好 是在天道 地狱 还是转生为人了呢 母亲 阿若 母亲 阿若 二十五年了 今日总算得以相见 母亲何以落得如此地步 一言难尽啊 母亲 我们去那边找水喝 没用 娘喝不到啊 母亲 我背您去 母亲 怎么连水都喝不到 来 заг 难道你跺到恶鬼道了 阿罗 你有所不知 娘前世回人时 有一年大旱 正午的 谁来敲门 慈悲的施主 能请您给我一点水喝吗 我自己都还没水喝呢 一口也不行 我还一滴呢 一滴也行 一滴也没有 去去去 到别的地方去要 太阳这么毒 再站一会儿 我都要晕过去了 可有化解之法 有 请母亲快讲 你只要用瓶子 盛满干净的水 水中插上一只羊柳 用你修习的功德力加持 再把这羊柳瓶中的水 供养给众笔蚯引用即可 嗯 嗯 啊 啊 啊 南无赫罗亨纳多罗耶耶 南无阿里耶 普罗杰迪说不罗耶 莫克萨锤伯耶 阿辣 我好饿啊 母亲 你慢点吃 啊 啊 啊 我的嘴果到底有多重 竟然要遭受这样的报应 母亲啊 您在世为人 常与不懂礼法的人往来 愚昧不明事理 生性吝啬 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果报啊 珍重 快 趁热吃 今天娘可减大便宜了 你看 这山芋多大 不知道哪个粗心的乱丢 让娘减了便宜 娘 你不要总是贪图这些小粒 你这小孩子懂什么啊 又不是偷来的 娘 我去看看 你 谁啊 画圆的 画圆 画什么圆 你还不快走 我宁愿把饭菜倒掉 也不会给你们这些 骗吃骗喝 不做事的和尚吃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你不给就对了 那些和尚就只会念经 可不是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给儿子做饭了 娘 你以后尽量远离那些愚昧的人吧 多亲近那些贤德之人 才都几本书 就教训起娘来了 难道你还要把大饼给那老和尚吃吗 不怕饿吗 罚你一天不吃吃饭 的确是这样 我没有智慧 现在才得到了这种恶报 痛苦难言 儿啊 救救我吧 母亲现在得到这样的恶果 维尔丹 要怎样才能帮你解脱呢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便可救我 珍重 把卖手势所得 全部用来准备饮食 水果 以母亲的名字 供养众笔秋僧 儿啊 你代替我供养僧众的功德 已经让我解脱恶鬼道了 我已经可以享用水和食物了 如此甚好 阿弥陀佛 感谢诸佛菩萨慈悲救护 让我母亲离苦得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若能以饮食 卧菊 医药 等供养十方僧众 借此十方僧众 清净共修之力 以及功德回向之力 能够使供养者 往昔欺世父母 六亲眷属 皆得远离三恶道 县世父母 即供养者本人 长寿无病 昼夜吉祥 衣食自然俱足 身心安乐 耶蛇密多元 老爷 妇人生了 是男孩 端正庄严 省就祥瑞之相 是极有福德之人 难怪天降甘霖 不如取名叫耶蛇蜜多 这 这是八宫德水呀 八宫德水 是啊 这种水具备八种书上 沉浸 清冷 甘美 清软 润泽 安和 除饥渴 长养猪根 此子日后定会出家 争得阿罗汉果 耶蛇蜜多在八宫德水的滋养及长者夫妇的爱护下 一天天长大 成为人见人爱的俊美青年 佛陀 我愿抛弃世间所有 皈依佛陀 跟随您出家修行 正得道果 善来比丘 须法自落 法福诸神 出家户的耶蛇比丘 精进不屑 对于佛陀的教诲 信受奉行 不久 即正得阿罗汉果不仅具足三明六通 亦得八宫解脱 诸天天人及世人 无不对其 敬仰赞叹 世尊 耶蛇比丘过去生究竟修了什么样的福报 今生一出世 便天降甘领 口中自然伸出八宫德水 不须他人补辱 又能得欲世尊 随佛出家 正得道果 过去贤解中 家设佛注释 于波罗奈果 赌托无量众生 说吧 师父 那位老施主已经编卖所有财产 做功佛之资 是吗 他已经跪了三天三夜了 出家后的老比丘 却不用心思维世间无常之理 反而懒散懈怠 不久后 老比丘重病缠身 医生告知 须以酥酪为药 病方可好转 好热 水 水 好热 水 水 好热 水 好热 水 对 水 好热 bot 哦 哦 师父 这都是弟子不够经济 懒散懈怠的果报啊 师父救救我吧 你的情况 就像是恶鬼道的众生所受的苦 飞扬张大功德力 是无法解脱的 你现在快取我瓶中的水 供养清净僧众 师尊 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灾恶 似后恐怕会堕入恶鬼道中 唯愿是尊慈悲哀民为我开始消此灾难 现在的你唯有以净水供养僧众 养仗清净供养功德力 才能脱离堕落恶鬼道的果报 老比丘听完佛陀的开示 心开意解 兴受奉行 从此以后不再偷懒 每天以净水供养比丘大众 极致命中 从未懈怠 因为这样清净的供养功德 生生世世口中常有清净八功德水 满足所需 直到今生有姻缘随我出家修行 正得道果 当时的老比丘就是现在的爷舍密多 朱比丘闻佛所说 皆幸受教会 欢喜奉行 水有八种功德 分别有八种表义 所以供水因缘十分吉祥 一 清凉表义 持戒清净 二 胃肝表义 胜胃 得祥百味时 三 轻柔表义 身心堪忍壮健 四 智软表义 意念畅顺 五 清澈表义 意念清明 六 无秀表义 净除罪障 七 义猴表义 应生和雅 成就妙语 八 养胃表义 身不升级 康健无病 福虎禅师 相传 过去燃东佛为广度众生 延续度生悲愿 曾于宋代匠生闽南泉州 俗姓正 法名自言 道行高解 美多灵异 后人 遵其为定光古佛 某一年 自言法师 运游到 青州府 武平县 好地方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舍卫国 奇数给孤独猿 与大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人聚 揭示大阿罗汉 众所知识 长老舍利福 抹合木剑脸 抹合家舍 抹合家瞻眼 抹合居赤裸 李婆多 周里盘陀家 南陀 阿南陀 罗侯罗 年轻人 何事惊慌 刚才 别着急 慢慢说 我 我看见老虎了 老虎 是啊 山中有只猛虎 已经咬死咬伤 好几个人了 哦 既然你知道 山上有猛虎 为何还要上山 母亲生病了 我要给母亲采药 孝心可嘉 你在此歇息片刻 我且去会会那只猛虎 法师别去啊 哦 为何 怕我被猛虎所食 这 不满法师 那猛虎 着实厉害 之前官府 悬赏多日 实在无法 只好请了一位法师 设法驯服 没想到 还没施法 那位法师 就给猛虎吓跑了 此后 再无人敢上山 如此 我更要会会他 你在此等候 切莫乱动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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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休得无礼 你前世恶业未消 今生投身为兽雷 不要再造沙业害人了 山下村庄最近十有牛羊被咬伤 村民忍无可忍 正商讨联合所有青壮男丁 打算明日上山打虎 这样吧 你回去转告村民 给我一天时间 保证猛虎不会在下山伤害牲畜 好的 老虎啊老虎 你今日再不现身来 明日可就要有难了 你为何伤害人类 我伤害的那些都是不忠不孝 为非作歹之人 那又为何伤害牲畜 那些畜生都是前世和我有着深仇大恨之人 今生沦为我口中之识也是报应 若问前世音今生寿者是 若问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远远相报何时了 你何不放弃仇恨 随我修行 免受六道轮回之苦 此命中后必定不再堕落处累 得佛力加批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生善道 得以修行佛法 蛮虎 你听好了 你今生堕落恶道 恨是痛苦 一切皆是恶业所致 我现在为你受三皈依 让你正式成为佛弟子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痴 从神与异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 现在为你证明三皈 愿你脱离罪恶之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佛不惰地狱 皈依法不惰鬼 皈依僧不惰畜生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国 好了 你已经是佛弟子了 跟着我念佛修行 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吧 碧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骨 孔雀 鹦 鹉 舍利 嘉林 平家 共鸣之鸟 是猪种鸟 昼夜六时初和雅音 企图众生文士应以 皆惜念佛 念法 念僧 舍利福 侮辱为此鸟宝是罪报所生 所以这河必复国土无三恶趣 古佛因慈悲为还 为猛虎说法 而得福虎禅师之号 如来智慧 无处不至 何以故 无依众生 而不具有如来智慧 但以妄想颠倒执着 而不正德 若离妄想 一切智 自然智 无碍智 则得献钱 正德如来 无量智慧 利益安乐 一切众生 无量智慧 护持台湾燃燈功德会 邮政华波 护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燈功德会 华波账号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银行账号土地银行 005账号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施食要供焉供 观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 佛教慈悲置业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绿度母厨藏法会 恭请金刚上师颠巴喇妈祖法 日期10月2日星期一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佛教慈悲置业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灾界即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声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4日星期三 时间8点半传授八观灾界 13点半礼拜大悲惨法会 地点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苏君 是尊者往东来 学尊者往东来 却被文手化盈开 东陀若无尊圣座 我们来以脱尘埃 那么 我们来以脱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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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以脱尘埃